臺灣的電視劇 當我們就想說 我們臺灣人自己也很開心啊 可是事實上全世界都在進步 我們把13億人擋在外面 可是我們真的擋得住嗎 大家可以知道 之前最紅的電視劇是什麼 《申還傳》 最近最紅的電視劇是什麼 《花千古》 這個在在都是中國大陸出產的一個產品 我們臺灣最紅的電視劇是什麼 現在最紅的 想不出來對不對 我也不知道啊 我們的文化正在墮落啊 所以你們有沒有想過 我們一直閉關自首 我們今天就好像東京快要滅亡的清朝耶 把自己鎖起來 人家清朝還這麼大一塊地 我們有什麼 我們只有兩千三百萬人 我們是一個很淺很淺的碟子 我們這間水位很低很低耶 各位有沒有想過近幾年來 其實我們的資金是淨匯出 可是大陸是淨流入嘛 有沒有想過資金的那個動向 對一個地方的發展有多麼大的影響 所以東京太陽花為了自己的利益 為了各某個特地政黨的利益 而鬧出了一個這麼大的鬧劇的時候 其實全世界都在幹 沒有人說哎呀好棒啊 台灣的學運真棒啊 大家都想到的是 原來跟台灣人簽合約 不是講好 大家講好就可以簽了 原來跟台灣人簽約做生意 是隨時會說改就改的 原來台灣人沒有誠信啊 所以其實這個反映出來的是什麼 不是我們的學運多棒 不是我們有多 我們對年輕人有多大的人了 而是原來中華民國政府 是一個沒有誠信的政府 那這邊給各位看到 這是今天蘋果日報的頭版頭 各位可以看到嗎 蔡英文的滿意度 其實已經過了死亡交叉了 蔡英文的五個 現在最有名的就是這五個大項目嘛 一個是財經 一個兩岸 還有司法改革 跟勞工 還有我們的一個是什麼 還有轉型正義 那基本上因為轉型正義 跟司法改革我不懂 所以我在這邊我就不去討論他 但是我們又先從我們的勞工 先從我們的勞工開始講 各位最近有沒有想過 炒醉兇的是什麼 國定七天假 這七天假大家覺得很開心 好棒放假 勞工可以多了這七天假 各位還是學生 有沒有想過 當你們有天上班的時候 你們一直炒醬週休二日 週休二日 如果當你們週休七日 你們覺得怎麼樣 有沒有很爽的感覺 有沒有想過週休七日代表什麼 代表你被Lay off 掉了 你沒有錢賺 你要怎麼養小房貸 你怎麼養小孩 當我們的勞工很轉世盡力的 告訴我們的執政者說 我要抗議 我要週休二日 我要我的國定假日七天要還給我 我覺得很好啊 我很欣賞他們認真的抗議 但是有沒有想過後面的下場是什麼 大家有沒有想過 當我們的政府在那邊搖擺不定啊 國定假日七天要不要還給我們的勞工 我們要週休二日還是一例一休的時候 我們要不要怎麼上班六天 然後一定要放棄一天的這些政策的時候 後面的效應是什麼 後面的效應是 所有的資方不敢再投資 因為台灣的政策搖擺不定 資方也不知道要怎麼樣 來去面對我們的勞工 因為完全沒有風向啊 我跟各位報告一件事情喔 各位可能覺得台灣的平均薪是非常的低 什麼起些兩萬二嘛 22K 所以大家覺得我們台灣人工時長啊 薪水低啊 好可憐啊 可是各位有沒有想過 我們台灣人 我們的資方其實也好可憐啊 你們的 大家看得到的我們的年輕人的薪水是22K 但大家沒有看到的是 資方還要再繳給我們的政府一些隱性產品 舉例來說6%的勞退 還有你們的健保費 你們的勞保 這些都是資方要幫你們付喔 當這些資金 當這些金額重複加起來的時候 我付你們一個人22K 但其實我實際上給你們每一個人的薪資 已經將近快了3萬塊 那就資方就會開始考量啊 我到底要不要加薪水給你 當我加薪水給你的時候 相對的我要負擔的那些社會的社會成本又更高 可是老實講 現台灣經濟不好啊 經濟這麼不好的狀況之下 資方沒有賺錢 我拿什麼東西去幫你們這些勞工去給你們加薪呢 沒有喔我沒有錢啊 那我問你要怎麼辦 當我們的勞工一直在喊著我要 我要中休二日 我要多放七天假的時候 你有沒有想過當你在放這些假的時候 反而變成你的薪水調度上去 我問再說各位 你們覺得是希望薪水增加比較好還是 是假多放幾天比較好 覺得多放幾天比較好的舉手 那你的薪水調上去的比較好舉手 兩個都不用加薪水 那你還蠻大 那就是要選擇的啊 所以我們常常會被一些很假的議題在那邊抄 像什麼台灣陸聯啊 台灣要加入RCEP啊 不覺得很荒謬嗎 那還有一個部分 我們每次我們上六天要休一天 各位知道影響最大的是誰嗎 不是資房 不是這些客運業者 是那些窮苦人家 要靠著賺錢養活自己的人 有些人要上好幾天班 因為他多上幾天班 讓自己的薪水更高 當我們規定我每上六天 我要休一天假的時候 你們這些人 這些窮苦的人 他想要多上幾天班的權力 都被我們的政府剝奪 所以常常我們在想啊 當我們的勞工團體站出來說 我們要為我們的勞工爭取權益的時候 這個權益到底真的是 給我們的勞工團體嗎 還是只是讓這些的勞工團 所謂的勞工團體什麼 這些人 這些代表性的人物 給他一個出名的機會 就像泰陽花 到底他真的是反不貌 還是要讓勞工團體變紅 這就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 我們是要塑造一個明星 還是我真的在探究一個 很重要的社會意識 那再來談到罷工 各位不覺得 你們會覺得這兩張照片很熟悉 右邊是我們全世界 顏值最高的罷工 左邊就是最近轟轟烈烈的 活到收費人抗生 各位知道我們這兩個 這兩個案子加起來 我們的富華民國政府 都賠了多少億嗎 多少億 我不是多少千萬 是多少億喔 我沒記錯的話 應該 好像將近七千 好像將近七億台幣吧 我們大家繳的稅 就這樣子飛走了 就這樣沒了 就因為蔡英文一句話 給 沒了 有沒有覺得幫爸爸幫我繳的稅感到心痛 我為什麼要講這兩件事情 華航罷工 各位覺得華航罷工很有道理嗎 有了以後都有一點點頭嗎 我平常去講我覺得華航罷工 是被操縱出來的一個政治摸動而已 我老實講這些華航的 他們的地 他們這些人的福利 跟在業界比起來 他們的福利是好的喔 好像大家覺得 好像空姐很血汗對不對 但是其實他們的福利是很 相較一些勞工是好的喔 大家會說因為他是空姐 那又怎麼樣 空姐就長得漂亮 身高高一點 所以他們就值得擁有一般的更高的薪水嗎 那像那些那種在基層底下默默打拼的 這些辛苦的小人物呢 是不是當大家都要一起 手線的手上台去 上街頭去跟政府開運說 不行啊 我們的基本公司要調到一個月五萬塊 好像也不對吧 所以我常常在想 當這些抗爭出來的時候 到底是為了自己的權益在努力 還是為了成就某些人的政治目的 那剛剛有講到了嗎 我們的RCEP跟TPP 各位知不知道TPP已經快點了 也知道我們他的那個美國老大哥 不管是川普還是希拉爾都說不要TPP 那各位知道RCEP嗎 各位知道RCEP的主導博是誰嗎 哪有問題出來 台灣憑什麼跟中國大陸說 欸 拍誰喔 我要加入RCEP 你都不跟大陸談話 你把它當成敵人 你們憑什麼要覺得大陸要讓你加入RCEP 各位知道蔡英文有個很有名 你的政策叫新南向政策對吧 新南向政策跟舊南向政策的差別是什麼 一個新一個舊 一個新一個舊 沒有差別啦 我曾經問過民進黨的一個前立委 我跟他說不好意思我先請教一下喔 欸我們的蔡英文新南向政策啊 還成立了新南向政策辦公室欸 那他到底跟南向政策到底有什麼不一樣 他就告訴我說喔沒有喔 就是那個你知道嗎 就是我們的貨啊 進他那邊啊 冠上他的那個 你知道我們的 當我們的貨運到他們國家的時候 然後在他那邊重新包裝以後 他會蓋上一個mark 叫做made in 假設地運到泰國的made in Thailand 這樣的一個動作 然後我們就會變成made in Thailand啊 然後我們就可以我們的市場就延伸啊 然後就是稅金會進來啊 什麼之類的 因為我就想說 不是啊 那跟在外面臺灣的經濟排位有什麼關係 好像對臺灣經濟也沒有很大的效益啊 沒有幫助啊 你說我們內需市場的延伸 問題是所有的什麼消費稅啊 貨物稅啊 你還是在鎖在國家把它鎖走了不是嗎 我們臺灣不過就是出口啊 那跟新南向政策又有什麼關係 那是完全賠錢嗎 因為他是先進去要先付十億盤關稅 他要不要繳稅就是雙頭活血 對啊 所以啊那到底這個東西是對誰好 最近有個新聞 蔡英文政府編列了十億預算 要給我們的那個大專院校啊 還要給他輔助他們做一些什麼 東南亞的一些語言的學習之類的 可是問題是為什麼我們要放棄十三億的市場 而且這十三億是還跟我同文同種 我們可以講中文聽得懂喔 我需要去叫中華民國的國民 去學一個我們這輩子聽不懂的話 什麼越南話再國話 這不是很荒謬嗎 那最近的蔡英文還有個新的政策 叫做智慧機械產業推動方案 其他的方案是對的 就是針對我們的互聯網啊 還有我們的什麼大數據之類的 但他有沒有想說 當你弄了一下對著什麼科技園區 經貿園區之類的時候 下場是什麼 就是我弄了一大堆廢物的園區 但是我的產業 我的產官學通通不能結合 當產官學不能結合的時候 我們的人才訓練來 到底要拿來幹什麼 所以我們其實可以看到 最近滿9月份已經有 預計有四個抗議行動要上街了 其實抗議越多代表國家越不穩定 國家越不穩定 代表我們的經濟狀況越差 我們當我們的資方不會獲利的時候 老方永遠不會獲利 各位可以看到這張照片 這個上下對比一下 有沒有覺得下面那張好軸心啊 所以我希望各位有一個想法就是 老實說我不發現寶可 因為我自己玩得很開心 但是呢我覺得白事都要嘗試 玩玩看寶可夢到底在玩什麼 然後不要太沉迷 我覺得很多東西我們還是要多多學習 我還是鼓勵大家多保持開放的態度 跟包容的心修 我相信對各位的未來 一定會有很大的幫助 謝謝